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登国际舞台并且第一次参加线下比赛的EDG 并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竞技状态 相继败给了哥本哈根大赛亚军PaperX 以及1ME赛区的强队Team Liquid遗憾退场 但小将们还是站出了自我 康康 浩东等人多次打出高光操作 Nobody更是拿下了本届全球冠军赛的首个武杀 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期待吸取经验之后的EDG能够得到蜕变 来年重整旗鼓 继续向着Violent最高荣耀发起挑战 另外 在玩家之间经常提及的93诅咒 也多次出现在本届全球冠军赛中 FPX DRX与Loud都分别在上半场3比9落后的情况下 完全翻盘 尤其是在败者组败决赛 DRX与FPX今年的四番战中 DRX在影视修索地图上 凭借初次的执行力以及各种极限操作 再次展现了93诅咒的神秘力量 最终大比分2比0 凌峰FPX将其淘汰 终结了FPX在败者组8场连胜的记录 DRX也收获了自己在Violent国际赛事中的最好成绩 拿到第三名 拳头甚至为93诅咒专门制作了游戏喷漆 而这正好是当今海外直播平台的观赛奖励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本届全球冠军赛中发挥出色的选手 KD最高的三名队员分别是 Optic Ye, Fnatic Dirk 以及立威坦King ACS自由King领衔 Ye和Dirk分离2-3名 其中Ye在打了最多回合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着254.6的高ACS 而他队伍的数据却相对惨淡 Optic还是陷入了独目难知的情况 ETG的康康紧追齐后位居第四 与诸多海外明星选手同处第一梯队 投无命中率最高的三名选手分别为 100T棒 Team Liquid Demacic 与DRX Stax Stax在本届全球冠军赛多次打出高光表现 带领队伍首次拿下世界赛第三名的成绩 在对阵FPX时 完成残局后 新闻鼠标的动作令大家记忆有心 另外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数据 本届全球冠军赛中 所有特工均被选出过 可以看出拳头对于赛事的平衡性非常重视 随着East Time War全球冠军赛的落幕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2023年冠军巡逢赛的详情 以及新的赛事和赛制吧 明年全球将分为EMEA 太平洋和美洲 三个新的国际联赛 每个国际联赛包含十支队伍 总共三十支队伍 2月份 这些队伍将作为合作战队 受邀前往巴西圣保罗 参加Varant冠军巡逢赛史上 最盛大的国际赛事 以此来开启新赛季的征程 随后 三大国际联赛将分别在 柏林 首尔和洛杉矶 进行为期八周的比赛 决出三个联赛冠军 而在6月份 我们将会迎来赛季的第二项国际赛事 大师赛 本次参赛的队伍们 将直接获得参加 Varant全球冠军赛的资格 并在8月 与最终入围赛决出的三支战队 一同争夺 象征Varant 渐进至高荣誉的奖杯 此外 拳头游戏还分享了 关于挑战者巡逢赛的新消息 该赛事将从1月持续到7月 共分为两个赛季 将与冠军巡逢赛同时进行 该赛事上 20多个挑战者赛赛区的顶尖队伍 将进行线下对抗 争夺荣誉和晋级国际联赛的资格 让我们一同期待 明年更多精彩的比赛吧 最后 Varant夏季女子挑战赛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陕西少女 超养少女 都市丽人 NPG 恐怖混子 一碰就碎 这六支由金国英杰组成的战队 用他们精彩的表现 给观众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25日 我们即将见证首届女子挑战赛冠军的诞生 谁能战到最后获得冠军的荣耀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快讯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了解更多Varant赛事相关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B站 微博 视频号 以及抖音 Varant电竞 让我们一起领略 Varant赛事的魅力吧 B站 Varant电章 Varant电章 Varant电章